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UF9 World 我是黄丹宁 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梦想跟理想 要在生涯当中全部都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像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一些体育选手 他们想要在自己的战场上面能够创造出一些战机或者是一些回忆 当然在退休之后也是希望能够从事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呢是在两个战场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故事来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来欢迎的就是禁毒舞狼的创办人郑依林小姐 嗨大家好 郑小姐 郑创办人 郑选手 是这样的吗 没有啦 我这边自己都会叫 我的英文名字叫Chloe啦 Chloe 对 所以叫做Chloe创办人 就Chloe就可以了 好 非常欢迎Chloe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天访问年事因为是我们 年事禁毒舞狼的创办人 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禁毒舞狼 禁毒舞狼其实我们它是一个牌子 然后是我们大概创办了五年 然后主要是在销售家庭清洁用品 哦 家庭清洁用品 其实在这个年代 2020年的今天啊 清洁干净排那个时候就是禁毒这些事情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家会去注意到的一个名词 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用洗手 每天都是希望家庭都更安静静的 刚好就可以去了解到说你要做的东西 是刚刚好符合的 呃 应该是说今年刚好会有这个 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会特别注意 可是其实在我们在五年前创业的时候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最主要是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会用 都有清洁剂 对 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清洁剂是用什么样的成分 对 你可能在对于插在脸上的保养品 你会很介意 你可能会说它是不是天然的成分啊 有没有防伏剂啊 会不会让我过敏啊等等 可是清洁剂的时候你好像就不会在意耶 你就会去大卖场上面看到一个 诶 红标69元的我就买它这样 对对对对对 反正都用不在我身上 然后也不是我只是喷在那个地板啊 地砖啊 然后就是擦在那个玻璃啊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其实你每天用 可是你对它的关注度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诶 那我们希望可以创立一个牌子 然后来卖环保 然后天然安全的清洁剂 来取代我们可能市面上 很多石化的清洁剂来使用 那不管是对人体或者对环境 都是比较友善的 也是从这个比方说 你在做这个天然清洁的部分 慢慢地去了解到 什么叫做干净的环境 什么叫做天然的 对地球是好的这样子 对 以前 算是你的梦想吗 这个东西其实它 但你怎么会去发现到 你自己想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五年了 呃 我觉得 它其实一开始真的都没有想过 所以应该是说 我在大学毕业以后 就是做行销领域的工作 那我觉得行销领域有一个特色就是 你一定可能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可是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创立什么服饰啊还是什么 你没有特别的想法说我一定要干嘛 那是因为我在化妆品公司工作 那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 大家对于保养品的在意成立 那我又接触到生产端 就是工厂在生产的时候 它可能在于原料的挑选啊 制成啊跟使用的这个步骤的时候 才有意识到说 诶 原来大家在意保养品 就不在意清洁剂 可是其实它们是很类似的东西 而且你生活中时常会出现 哦 对啊 因为其实每天都会用得到 那这个你是从做中去看到去学的 对啊 就会是想说 诶 那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好像是 是可以尝试看看的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啦 没错 其实大家都在说是对自己有意义 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 甚至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使命的一个概念 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个Chloe来 其实是蛮有趣的哦 首先呢就是 她其实小时候是对体育很有兴趣的 然后呢这个创办禁毒舞狼 这个名称她的也很有趣 舞狼这件事情 五楼 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日本料理或什么的 然后呢 怎么样延伸到今天这个状况 其实我们想要很了解你的那个创业史 因为从体育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那时候我在做体育节目的时候 非常多体育选手想要创业 可是呢创业的角度不外乎就是 开心疼啊 然后不然就是当 比方说篮球训练教室还是健身的 都是跟体育比较就是相关 或者就是比较入门比较容易的 可是这东西好像蛮特殊的 你小时候也是从体育选手出生嘛对不对 嗯对 我是打网球 而且我大概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打 国小三年级啊 对啊 那那时候是看到什么东西特别有兴趣 我觉得就是有损友 哈 没有就是会有那种小朋友想要加入你 然后你就会想要说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你就同班的这样子 对啊就是黏着别人然后就想要加入 那国小在打网球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国小它就已经有校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好像已经有比娱乐再高一阶阶 是 已经开始要正规训练 你國小那時候就已經有校隊 所以你那個時候 算2000... 2020嗎? 應該再更小 更小 欸 你看不出來 真的好像才跟大學畢業 是因為你用靜汝固繞的那個保養品之類 你看 我覺得主要是這樣 就是說 在小時候 其實很多學友的小時候都是 我好動 沒辦法靜下來 所以我才去玩 你是 也是因為覺得說我想要去從事一個什麼 一個就是動態是你父母覺得說 就讓他去跑來跑去這樣子 沒有欸 因為我爸媽都是雙心 所以他們都在工作 其實每天回家就是自己 真的啊 你有那個兄弟姊妹嗎? 我有啊 可是我有三個姊姊 我們家是四千斤 欸 很棒欸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在 因為我是老妖 所以大家都已經在上課 我在上課的時候 上面的全部都在上課 欸 你差幾歲啊? 嗯 最大超到八歲 喔 八歲 可是就是八歲啊 七歲啊 四歲啊什麼 欸 小時候我跟你講 差四歲差很多 就是你根本沒辦法接觸到 你的那個姊姊 現在OK了啦 但是小時候是她不玩在一起的 她就會覺得我很幼稚 欸 都一樣 我跟我大姐差七歲 那時候也是被她當皮球 在那邊踢的而已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變成只有自己一個在玩 對啊 就是回到家又是自己一個人在家 而且我爸媽又不是那種 會把我放在街上 可以跟鄰居玩的 我還會怕 對 就是我記得我印象很深 就是我們家是那種 一整洞的 然後就是那種舊舊的房子嘛 然後我在 我就會在二樓的那個窗戶那邊看 然後樓下那一樓的 就是鄰居的小朋友 就會在那邊跑來跑去 可是爸媽就會說不能出門 然後你就在那邊看 他們玩很開心的 為什麼不能出門 你那時候是 可能父母覺得治安什麼 不是太好還是 對啊 他可能就會覺得 怕小孩子被拐走啊 還是什麼 你自己可能不會覺得吧 對 喔 怎麼會 你現在可能看新聞 你就會有點懼怕這樣子 但是以前像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總是 而且父母雙心欸 沒辦法陪你下去走 當然就是不敢放你出去外面 就是他可能 可能國小是半天啊 還是什麼的時候 我回到家 爸媽可能就是 就是七點多才回來 或者 或者有的時候是那種 三班會輪班啊 或是晚班還是什麼的 那你那時候的興趣是什麼 打電 也沒有研發成變成電動狂這樣子 喔 我們爸媽也不怎麼 浪玩電動 你的童年怎麼那麼差 而且我們家都沒有那種 以前小朋友的時候 會那種Gambo或者卡蛋 對啊 是啊 完全不給我買 我渴求了很久 然後他們就是不給 其實你也是很想渴望 然後覺得跟同學一樣 我們可以談談那個什麼卡牌遊戲 打電動這樣子 對啊 然後結果都沒有 沒有 然後只有網球是他們可以 還是什麼 嗯 我覺得好像是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開始可以說 你可以去朋友家 然後可以跟朋友玩之類的 就像你在講國小三年級 二三年級這樣 對啊 那時候就覺得 欸 那個萌萌萌也都打球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也想跟他一起這樣 他覺得好 那你也一直去打球 好像課後班有人亂顧小孩一樣 對 這叫做防疫漏洞嘛 就是說欸 我可以找地方可以出去了 這樣子 對 然後結果你就 然後父母就OK好帶你去 你就很開心可以出門這樣 其實他沒有到我去 他就是下課自己有在那 所以你就比較晚回家 比較晚回家 你為了那一點時間加入網球 這樣子 對 欸 對 沒有啊 真的啊 因為小時候大家 我還記得我以前在等姐姐回來 爆石 然後就聽了那個爆石 聽到睡著 哇塞 117 這個年代 你孤單耶 我都忘記有117 你還記得你小時候真的 就是好像真的只有自己一個人在 因為我們的家又是 就爸爸媽跟姐姐而已 也沒有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沒有一起住 所以真的就是自己一個人在家 是喔 對 但是你很渴望就是跟群體一起的這種 對啊 我覺得跟大家一起 會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妳是什麼星座的 摩羯 摩羯好像需要人群的樣子 我覺得我需要人群耶 包含現在 因為像我現在可能之前有自己出去旅遊 然後大概一個月 你就一個人啊 基本上是一個人啦 可是我會找不同 在哪一個時段找不同的人一起 哇塞 那這個待會也可以聊一段 這滿厲害的 就是我好像真的只有自己遠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一點孤單 就這景色好像都沒那麼美了 沒這麼有趣啊 沒人可以講話 沒人可以分享 或者就是在旅遊的過程當中 或者人生的過程當中 可以交談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妳那時候打網球 其實是希望能夠跟朋友一起去 參與某件事情 對 所以妳對網球完全不知道 那時候不知道 那時候就是 朋友想要加入 然後我想要跟他黏在一起 所以我就也吵著要加入 OK OK 那開始打球可能到了 分界點應該是國中 因為國中就開始 妳想要正常的念書 還是妳可能加入體育班之類的 那個關鍵才會有說 嗯我想要繼續打網球 真的啊 那時候妳黏著的那個朋友 他還有機會嗎 他就不打了 通常故事就來到這裡了 你知道嗎 每一個選手 他們就是說 只要是損友 或者就是好兄弟好姐妹 一直去玩的 通常就是其他人全部放棄 就剩他一個人這樣子 妳的也是這樣子 嗯我覺得也算啦 就是 他就不打了嘛 可是我 可能是家庭因素 可能是他自己 就種種選擇 對 那那時候我 因為我媽其實不希望我打球 她覺得打球 我覺得以前的既定印象就是 好像比如說 就是可能書念不好啊 或者 體育班嘛 就是說大家 你不用念太好 然後就是你要用體力 來去換取酬勞 然後很累很辛苦 不以前都刷掉掉 然後就是 還得努力 然後可能獎金而已 其他並沒有固定心 就這種感覺 對 他就會覺得你很辛苦啊 我可能講的 都是父母會講的話喔 然後就是說能做多久 五年之後就退休了 然後呢這樣子 我覺得那時候好像不是 不是一個秉持了 要當職業選手的概念 可是 好像沒有想那麼遠 那時候不想說 我想打一輩子 只想說 我現在就是想要打球 因為小學 妳培養出網球的興趣嘛 妳覺得網球性好玩在哪裡 我覺得網球 因為我只有打網球啊 沒有人做其他的運動 可是我覺得球類是一個 很棒的運動 像我譬如說打網球好了 我在打棒球 這種動態勢力上 妳也有試過 都會比別人來得更擅長 我說比一般人啦 那羽球 球類就會都很接近 對對對 羽球 但籃球就不一樣了 要有拍子 桌球也會蠻 對桌球 網球 羽球 其實就是一個球 然後兩個人 然後就是來回的這一種 去競爭技巧跟速度這樣子 就是上手速度都很快 就可以 感覺好像打了幾年的感覺 是這樣喔 也就是說算妳能夠比較得心一手 那訓練有辛苦嗎 不會在小學 因為小學可能就是比較以玩性性質 嗯 然後不會覺得太累 還是說小學其實就很ㄍㄧㄥ 因為是校隊 是校隊 可是我覺得一般來講還是培養居多啦 它想要讓妳有興趣 那它會不是這麼死板板的 今天要跑步 今天就是可能追逐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會讓妳覺得想要繼續 OK 那妳到了國中之後妳想說妳想繼續 妳父母是覺得 尤其妳媽媽是覺得說 要不要好好讀書這樣子 她當時其實是 是想要讓我念其他的那種私立國中 就是比較顧客業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打網球 妳在學生時期功課程度還好嗎 還不錯 還不錯喔 那當然父母 小的時候 欸欸欸 欸我們就講說 國...往生國中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 對 往那種所謂學術性的 學校進去這樣子 對 那妳父母當然會覺得說 就往那去啊 他那時候還很認真地跟我講說什麼 就是妳以後就不要後悔 之類的 就在我生活中的時候 其實會講這樣父母也就是說 其實我尊重妳的決定 但妳要自己扛 對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可是我覺得他們就很擔心啊 認同都會擔心 一定的嘛 一定的嘛 我們家裡 像我 我家人是在做醫療的 那我那時候進到演藝圈的時候 他們也是說 嗯... 妳就好好的加油啊 已經不是好做的 但是過程當中 其實家人還是會每一個階段 都會照顧妳 然後去關心妳 甚至就是幫妳去看 有什麼一些可以幫妳做的這樣子 對啊 我就是想要 我都跟我爸媽說 我就是他花最多錢的小朋友 因為網球其實是一個比較貴的運動 喔... 對 妳要買拍子 拍子還有包含教練費啊 球場啊 它都是需要特別維護的 不像可能籃球就會比較常見 然後很多場地 然後也是公開的 對... 那在網球訓練上的話 就是譬如場地啊 教練啊 然後培訓 然後出國比賽啊 這些都是自費 真的 它那個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妳父母就是願意 算是栽培妳的一個 對啊 當我 就是他同意了我走這條路的時候 妳姐姐們呢 都沒有 就只有我 妳那個時候跟姐姐們討論嗎 完全也沒有 完全也沒有 妳們4000斤的那個 溝通方式是要靠手機嗎 沒有我覺得 小時候真的比較冷漠一點點 就是妳沒有 黏著姐姐的感覺 因為可能像妳講的 那個落差其實已經大了 有點大而已 妳可能到了二三十歲才會覺得說 原來 有位妹妹好好的 對啊這樣子 現在就比較好了嘛 現在可以一起聊 而且生活是很類似的 可是小時候 國中 國小 高中 差很多 那妳的姐姐們 有沒有最近才聊就是說 妳那時候當網球選手 他們很羨慕還是什麼的 好像覺得我很辛苦耶 因為其實 她還是覺得很辛苦 因為國小不算好了 以國中高中來講 可能早上六點多就會開始要訓練啊 所以以他們來講就是早出晚歸 OK 對 早出晚歸 然後他們講說 我這小妹 通常一個禮拜講一次話 但是她好像很累這樣子 可是妳還是甘日如宜嗎 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 其實國中想要打 就是 國小到國中的話 妳是自己有意願說 我要進去的 對 可是那時候打到高中的時候 就有一度有想要放棄 高中的時候又是另一個轉瑞典 對 它是一個 妳想要放棄的時段為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 辛苦一定的嘛 然後 我覺得 在可能在天賦上 妳也沒有看到一些成績 因為像可能我以前在打球的程度上是 譬如說去比賽 可能會有名次 可是 妳不會是那種 都是一二名的那一種 妳可能會進前幾名 可能一兩次 然後去比賽 那在更高階 比如說到國際賽的時候 是打足進去的 所以 我覺得這時候 妳好像不會覺得 自己有那種信心成為 國手 或者是種子選手 甚至是世界排名 我的目標是 對 這差距好像太遙遠了 是 妳會開始有一點意識到說 我應該再多想想其他的路這樣子嗎 我覺得好像是 就覺得以後好像不能 真的就是走選手這條路 因為第一名就是那麼幾個 對啊 妳春季聯賽什麼國際什麼 都是那麼一名嘛 對 比如說妳可能 可能在打比賽的時候 可能有一場或是幾場國際賽的時候 欸 有打進前八還是千季好了 可是妳不會 妳總是前幾名的都是 最厲害的前幾種子這樣子 妳那一代的 比較大家會耳熟能詳的是有哪一些選手 嗯 我們那時候 常去 常看得到哇這群人 就是張詠然那時候啊 哇 就是 妳剛好活在他們那個年代就對了 對 張詠然 然後 謝淑威 現在 對啊 其實有些也就退下來了啦 但是就是 哇 那個時候可能 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都是一定是那些人在出風頭 很難跟他們打這樣 就是他們是很明確的走職業選手的路線啦 那你這時候可能就會要思考說 欸 第一個是 你想要成為職業選手嗎 還是你有機會成為職業選手嗎 OK 對 因為 Chloe 她最近就是要恭喜妳生的小朋友 然後就是待會要聊就是以父母的心情 要不要讓小朋友就是說 嘗試我們以前的夢想這樣子 待會我們也可以來聊一下 所以妳那時候就開始想要怎麼去做 那妳是什麼時候開始去跟家人又去討論說 我可能要轉 嗯 其實在升學這塊啊 就是用運動升學這塊的話 在國三升高中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用球技升學 就是你運動成績 你拿著一個分數嘛 然後你可能選擇學校 那個是不是叫提保升 是 也是上去 那那個時候在選擇高中的時候 我們就在 我就在考慮說 我需不需要繼續走這條路 所以那時候在打完升學的這個比賽以後 OK OK 對 我就就是先休息 沒有 就開始準備念書 因為想要用考的 那在考到高中的時候啊 其實有考算啦 就是中立的高中 對對對 那開始高中也會有一些教練會來拉人 真的啊 就會說你要不要加入我們的球隊啊 那知道妳曾經是 然後就是說妳好像有點放棄 要不要把它還是拉回來這樣 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大概是四五月份的時候就會打比賽 那國中部跟高中部其實很類似啦 因為就是會一連串的一直上去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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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高中的時候 教練也會來 譬如說他覺得你可以加入他的球隊 你要不要嘗試來這個高中 然後我們這組這個球隊可以升大學這樣子 人家挖腳了 從別的學校來挖這種感覺 對 有點類似 然後那個時候 就又遇到這樣的情況 對 那到底要不要 對啊 有被需要耶 OK 沒有啦 對 不太一樣 就只是說你可以選擇 有很多學校 那不同的團隊 哇 那麼小年紀就要做這麼多決定 你那時候是自己還是有跟 當然就有跟父母 因為我覺得升高中也已經 有一些想法 對啊 就是開始 我從小學就是一直想要往外跑 國中高中慢慢有想法囉 然後就是跟他們討論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討論完以後就決定 那繼續打高中 可是那時候的定義就會是利用 就是利用體育來上一個比較好的學校的定義 就不是走一個職業的路線 對 然後 你進到哪裡啊 嗯 我這邊考上的是中正 中正 中正 中正高中 不是 嗯 嗯 招中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差 是到大學 喔 中正大學 然後到那邊之後 你還是也往體育嗎 還是你開始去修一些其他的課程 想要有不同的路線 我們這個在升大學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拿一些 就是不同的體育成績的項目 那我們就是拿那種國際賽的 前三名的 是 就像你的分數一樣 那你就可以照 每個學校開出來的 職缺 算職缺嗎 就是名額 名額對 名額可以去填志願 欸 我覺得 很多人會講說 運動對小朋友很好 其實從體育當中慢慢 可以去走到你想要的路 它也是一種方式欸 因為以前 我並沒有深入去了解 比方說 體育選手 在學生時期 是不是就一路只能搭體育 其實中間也可以照到 他們想要的路欸 對 它其實是 可以分支出去的 可以分支嘛對不對 你在選大學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名額 因為它不像考試是所有的 它是有願意開放名額的科系才有 所以 maybe 台大可能開三個缺 然後什麼學校 政大開兩個缺 然後什麼系 所以你要選的選項就變得很少 比較少 但你還是可以選說你要填什麼樣的資源 這不是只是像是 訓練體育的那一種而已 它還有其他 它都是 普通的 像是 比方說像積電 或者是像心靈 或者像什麼這樣子 氣管啊 氣管也有欸 什麼森林學啊之類的 欸 各位父母你們要知道喔 就是說 你們先不要 否決小朋友 想不想玩體育這件事情 尤其在國小國中 我覺得他們有興趣 你就讓他們去嘗試 體育好像對小朋友也是一個成長當中 一個很棒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過程 包含 因為我可能沒有經歷到說 大家一直敢補習 把念書 這一塊的競爭 可是我覺得在體育上面 不管在訓練 你有很多同才 你會希望你自己更優秀 你想要跟同學比 有競爭的心態 還有你對抗 譬如是壓力 因為像比賽 你可能已經有很大的壓力 去要承擔 那這樣抗壓性跟忍耐 我覺得也是都是一個滿好的訓練 是啊 很多運動選手在這個學期當中 然後也有自己的第二專長 把自己體育的那種概念 用在生意上 反而比其他人的那個抗壓性跟那種 算是策略性更好 嗯 因為像譬如體育 你就是每天都要訓練 然後只為了某場比賽 然後這場比賽完以後 你又是繼續訓練 你其實是一直很吃苦耐擾的做某件事情 了解 所以像這個你 比方說你剛剛講到大學之後呢 你就開始可以選科系 你那時候選的科系是 我選的是中正的心理學 哦 你想要透視人生性對不對 還是就說這聽起來不錯 還是說你的朋友進去你也想要去聽這樣 沒有耶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適合的會是心理學 或者氣管 然後又或者是 我還記得另外一個是正大的那種 土耳其文 然後想好遙遠 土耳其文 是很專業啦 對對對 那還是選就是心理學好了 會不會怕研究土耳其文真的越來越強之後 會被鑄拍在那邊變成翻譯這樣子 其實我個人不喜歡語言 好難喔 真的喔 好啦 那就是回歸到心理學這樣子 那父母就說 因為好啊 真棒就是學習過程中還可以讀到 就是學術性的東西這樣 對 然後像當進到大學的時候 就真的就跟一般同學一樣了 對 對 只是你可能還是會去參加校隊 然後因為他讓你進來這個名額的話 就是還是要有一些交換 例如說你還是代表這個學校打的是家族的比賽 然後也會順便幫遺囑的學長姐啊 還是什麼去做一些訓練啊 OK 到靶子選手這樣嗎 就是像說學長姐要打我 就是當他們訓練的那個 我跟你講說我們就會是在校隊裡面啦 可是他不會像是真的是體院的校隊 是很講究這一塊 他已經偏休閒了 所以算是你在學中時期的訓練 都算是值得的啦 因為網球也不容易嘛 真的訓練的過程也是很酷的 網球是一個很慢熱的運動 慢熱 對 你可能要先練 會排練很久 你才有辦法真的可以控制那顆球 的動向 OK OK 不是一下就可以抓到的那一種 對 不像譬如說籃球 你可能運球啊或者投籃是你感覺好像比較快 可以玩在一起的 可是網球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你是沒辦法對打 因為他就會像棒球一樣飛到 我知道 因為像我打過網球啊 時間差齁 那個球來了之後 我拍子還要往後拉的時候 欸怎麼過去這樣 所以那個要抓準那個時間 才可以有那個力道的打回去 對 不容易耶 就是它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在基本功 那感覺你知道像什麼 像日本師傅 你在那個什麼真正上那個壽司台之前 你要先學會洗碗盤 然後再來學會比方說煮雞蛋 然後再來這時候準備騙魚 然後再來煙魚 你要什麼都好了之後 來你再來偷吃怎麼捏壽司 就一步一步來 這個網球好像很像 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其實 算是雖然到最後跟你的職業沒有像 可是它的這個過程算是值得的嗎 我覺得很值得啊 包含到現在在打網球 我都是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運動 像現在可能就會找球場去做一個休閒 然後打的時候你也會覺得蠻有趣的 也是嘛齁 你現在你的另一半會跟你一起打網球嗎 不會 你沒有想到就是教他趕快來去做 像我的話 我就像慫恿我太太的時候跟我一起打電動 他就很 他就一直不想打 我就覺得好沮喪 你會不會講說 我的先生是不是應該也要一起打體育這樣 我交往的時候有 交往的時候有 交往的時候就有想說 可以一起打網球啊 我可以教你啊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還蠻會教的 真的喔 會打的會教的也不容易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然後就是我們這兩個人 我們可以一起在巴黎鐵塔下面打網球啊 拍張照啊 我們可以在這個京都下面打網球啊 拍張照啊 結果他沒有延續下來 沒有 他比較喜歡籃球 是喔 男生通常比較喜歡籃球棒球之類的 而且他就會不想要 因為剛才的基本功比較長 所以他可能 要能與我對打的時候 他要花比較多時間 他就會不想 不想做這件事情 喔 就說你已經花了十幾年打了 我現在十幾年追上你不容易 我已經追到你就好了 我不要再追上你的球技了這樣子 所以他病了就是真的在打網球這樣子 對啊 可是你們 欸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們是大學的時候的是 喔 那他不是體保生 他不是 他是一般生 對他是學長 學長 唉唷 學長好樣的喔 但是 算是他是在同一個心理學的 沒有欸 也沒有 我其實在唸大學的時候唸心理學 然後之後我就有去修一些行銷類的課 然後我才覺得說 我對於行銷方面其實是很感興趣的 欸 行銷跟心理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嗯 那就是消費者他怎麼想啊什麼之類的 對 那這個也是你的興趣之一嗎 嗯 因為想說心理學他非常的理論 他其實就是一種統計跟科學 哇是是是 他其實不像我們一般會想說 可以看穿你還是什麼 但他只是用大數據的行為來判斷說 你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情況 嗯 的方式 那當然分很多領域 包含生理的 比如說腦神經啊 這些的連結 哇賽 又或者是教育 小朋友那時候應該要給他什麼東西 他會比較幫助他成長或發展 嗯 或者是疾病類的 嗯 比如說憂鬱啊還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去做 舒緩或幫助這樣 他適合很多領域 然後包含 剛剛其實提到比如說社會 社會行為 然後跟商業行為的消費者這樣子 哇這個都在心理學裡面都有 這就是完全不同的分子 那在大學的時候其實是念一個基礎 對 你每一個會碰一下 那可能你知道 研究所的時候你才會決定說 你想要深入哪一個領域 OK 那在研究所的時候你就想說 從那個消費心理學去走這樣 嗯應該是說 那時候沒有特別 一定要覺得想要進 研究心理學的事情 但這個領域上比起來的話 會比較喜歡社會跟商業這方面 OK 所以才去衍生說 去修習一些 行銷學管理學的課程 了解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就打下了 就是對於現在進入五郎的一個基礎這樣子 對 好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那待會兒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今天那個 另一個主題 也就是說 Chloe她創辦了這個禁毒五郎 她的過程是什麼 她想要傳達的理念 跟她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馬上回來 您收聽的是優福男人我 我是黃丹妮 歡迎回來優福男人我 我是黃丹妮 節目的現場呢 我們延續的是禁毒五郎的創辦人 鄭五郎小姐 不是鄭英雲小姐 Chloe 謝謝您剛剛分享了這麼多的一些概念 其實我聽到一個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小朋友如果去玩體育 或者就是對體育非常有熱忱 不代表說是說她只有體育這條路 而是體育的一個精神跟概念 可以讓她延伸到 她未來在社會上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周遭的一些交友的環境 像美國啊 他們每個小朋友幾乎都是 不管是美國 加拿大 歐洲 他們其實都是像日本也是一樣 都讓小朋友去玩體育 小時候去踢足球 打網球 甚至高爾夫球 這些 然後去 Track and Field 然後他們就會對這個體育的認知 或者體育給他們的精神 去延伸到他們的生命生涯當中 所以剛剛聽你的故事 我覺得你就是個見證 Bling Bling的那種見證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棒 那當然還是有一定有延伸下去 比方說 你的體育跟你的那個學術 怎麼樣子延伸到 變成你創業這個禁讀五郎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嗯 像 我在 大學的時候 然後水就接觸了行銷嘛 沒錯 我就會覺得 我其實未來想要走這條路 因為我覺得行銷很棒的是 它就是來改變大眾的意識 對 嘿 今天以 比如說你喜歡做環保好了 你一個人在做環保的情況下 你自己帶了環保袋 帶了環保塊 環保吸管好了 想為地球好 對 但你就只有一個人的力量 嘿 就很渺小 我只能救一隻烏龜 呵呵 但如果你譬如說你學好行銷 你可以呼籲大眾 讓大眾可以讓你變得 一起享受這些好的事情的話 你就有力量改變更多事情 所以你會看比方說 廣告它在講說怎麼樣環保 然後他們怎麼樣寫文字 到底有沒有打動民眾這樣子 嗯 對啊 我覺得行銷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嗯 那當如果我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嗯 嗯 我就可以去做我想要做到的事情 嗯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大學的時候就 我很想做的就是 譬如說台灣的運動的推廣 欸 跟農業的行銷 農業 對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你是不是有去種米啊 呵呵 應該是說種米這件事情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農產品 可是它不一定發揚光大 或者它變成 它的價值性比較低 什麼叫有機米 什麼叫做有機甜米 然後就是說 什麼叫做大眾米 怎麼樣才能夠無毒 然後農夫的故事是什麼這樣子 對或者它可以響應可能是 比如說你可能就會覺得 日本水蜜桃很好 或者哪裡什麼東西的 是做一個很好的推廣 是 然後讓這個產業可以被看見 或者這個產業是整個正循環 農業也不錯啊 可是你沒有往農業走 那時候想的是農業跟運動啦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的市場上 運動的風氣還是比較低迷一點 沒錯沒錯 嗯 怎麼樣子好像都變成是一個 可有可無的一個 一個一個 調劑身心的那個什麼社會氛圍而已 這樣子 包含比如說在這整個政府上啊 還是什麼對於專業選手的培訓 它其實也不是大眾這麼在意的事情 是他們反而希望說能夠補助這個 我們的勞健保啊 或者就是什麼開片 開土地啊 還是就是蓋那個高速公路這樣子 所以體育好像比較軟體性的 就變得很難去溝通 對 它要包含可能我們 可能沒有一個很失職 馬上就有的一個好的成績啦 所以大家 陪育一個小朋友你知道多久嗎 真的 它不是四年一次選舉 然後就可以陪你出來的 它可能就是要十四年的一個時間嘛 就是它長期投入跟他們的堅持 是 這個就是要慢慢的從 比方說你從行銷當中可以看到 怎麼樣去推廣 怎麼去讓企業知道需要 怎麼樣讓選手知道你要堅持 在這個東西 對 這兩塊是那時候大學是 欸 滿想做的事情 很棒啊 農業跟體育 到最後來到了就是環保 對 所以我們在畢業以後 就去了一個保養品的公司 那我覺得在這邊保養品 其實就有學到很多 因為它就是一個台灣的小品牌 它帶領我知道 一個品牌從零開始 它可能會遇到哪些事情 就是因為在這個公司待了兩年 那開始覺得 原來一個新創的品牌 我還可以要注意 可能要注意網路啊 注意網域啊 注意商品啊 注意顧客啊 注意整個原料的生產啊 這些種種 那導致我後面覺得 我覺得大家只在意保養品 不在意清潔劑的時候 我想要營造一個 我想要製作一個 大家可以使用對人體友善 對環境友善的進行機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著手 那個說是大學畢業之後兩三年的事情 對 OK 所以帶著男朋友去討論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個應該是說 我覺得每一個學行銷的人 都會有一個品牌夢 一定的 一定的 我想要創辦自己 我概念 但是這概念我需要一個平台 就算是個你知道嗎 不是小 不是碉堡 至少是個小城堡也好 從這邊慢慢去壯大這樣子 對啊 那時候我在保養品公司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在呼籲大家使用化妝品好了 用保養品的時候 但我可能內心不是覺得它這麼重要 因為可能它原本的樣子也很好啊 不一定要自信美 是 可是像我在做清潔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認同感 因為今天以環境層面來講的話 家庭廢水是一個很大的戰兵 如果大家都使用一個不好的清潔劑 然後不容易被分解的話 那對環境也是一個傷害 那總歸都一定會回歸到我們人身上 是 所以您有 宗旨好像有三點嘛 一個是友善肌膚 另一個就是良好的清潔力 這個是一定要的 要乾淨的 然後再來就是關懷自然 對 那這個三個雖然是很重要 可是要實踐好像也不太容易 像以清潔劑來講的話 選擇清潔劑其實是因為 大眾對於這個商品的關注度很低 大家沒有意識到說 我要從這邊去著手做到好這件事情 了解 那可是這個技術呢 其實是已經很長期了 很穩定了 它不是一個創新的技術 它是一個已經存在於世界上很久的技術 是 所以我們會做到的就是原料的把關 我們會慎選它每一支的成分 是不是石油來源的 還是 織物來源的 是 去做一個慎選 是 那所以在這段設計當中 你都是自己做嗎 還是有跟家人討論 還是就是 跟朋友們 甚至跟當時的公司有討論 那時候決定要創業的時候 我爸媽也很擔心 你好像每段時間 你父母都會 跟你諮詢 我覺得這是老妖吧 哈哈哈 對齁 老妖好像就都會那種 衝勁拼勁的 老妖特別被保護 他們會覺得你好像就是 原本的小女兒這樣子 嗯 然後姐姐們都沒有這樣在闖 對 你要做這麼辛苦嗎 危險風險這麼高的事情 他們就會很擔心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媽還去宜蘭問了一個什麼 九天玄女 等一下 我也去宜蘭問一個 無讀老師傅之類的 所以 她去問了神明 然後神明就說 讓她做 所以啊 九天玄女 謝謝這個 你要感謝 等於你要去還願你知道嗎 不是你讓她去還願 不然她就去問 然後我媽就說 好吧 神明都說可以 那你就讓你去做 是這樣子喔 真的 不然我爸媽也會很擔心 因為 我爸媽會比較傳統型的爸媽 他就希望你當老師 當公務員 啊 理解的都是嗎 欸 不算了 但是就是有自己一個穩定的工作 這樣子 也非創業 對 不是創業 那姐姐們有給你們 給你一些建議嗎 或討論 年紀大一點了 就是比較可以講話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樣的 也沒有 它就是一個 你自己想清楚就可以了 的概念 這也是一種啦 至少沒有反對你 就是為什麼只有你可以創業 為什麼我不信這樣 沒有欸 我覺得這樣的教育 其實是很好的 應該是讓本來 你自己的責任 就是要自己承擔 不管你選擇了哪一條路 嗯 這個其實就跟體育是一樣的啊 是不是 就是說你訓練的程度多廣 真的能夠反映在你的戰場上面 那你要自己承擔 為什麼會輸這樣子 對啊 不過你今天輸了 那你是不是回去 就應該要加緊練的哪一塊 嗯 去彌補之類的 是 如果說像一般 我覺得好像沒有經過體育的啊 只要一失敗 他們就放棄了 對 不管是學校或者是 呃 做玩具還是打電動也好 沒破關 一次沒破關就好不玩了 可是體育的話 是你就會有一個衝進就是說 我要努力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破關 我要努力 為什麼我沒辦法投進這個籃球 對 真的我覺得這個 蠻明顯的 我覺得在看 譬如說在出社會以後 看其他同事啊 或者遇到現在的弟弟妹妹啊 看他之類的 我覺得蠻蠻多的 可能在打球的時候 你會知道 欸我這顆為什麼打不好 因為你要一起去檢討 你才有辦法改善嘛 是 那在比賽當中 你可能 為什麼我上一顆打不好 所以我這一顆 下一顆應該要怎麼做 我應該要怎麼去 應付他的戰術之類的 哇賽 欸如果有那種就是說 去演講 就是說對於那種學生 體育員去演講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都去跟他們講說 我是一個算是成功的例子 告訴你們 為什麼體育是OK的這樣子 我覺得 在於思考上 我覺得是有一個檢討在 像一般可能就會 比如說一般學生可能他考是 考壞了他可能就是三年後 喔對 是是是 對可是我們可能比較密集的會在比賽 然後你可能 因為可能打球的圈子會差不多 對 所以這次遇到 下次還有可能遇到 也還是會遇到 所以你就是要調整這樣子 對 怎麼去對付他的 比如說他的 方式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跟商業相關的 像你創業之後 你要面對的可能原物料商就是那一批人 所以怎麼樣去接觸他們 可能就是用運動員的心態去 我就覺得想辦法解決問題 然後又加上你有就是學心理學 你等於就是很多的武器在身上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我覺得算是 我覺得他每一個經驗跟環節 都是緩緩相扣的 對 不會有什麼那一段在浪費生命 不會 他就會轉換你未來的經驗 除非你就是整天睡覺 打電動 打電動也有打到像那個 eSports的一種也有啦 對 但是就是說你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學習的每一件東西 不要把它想成是浪費 我覺得包含你自己的人生態度 也是一樣啊 今天又不是每一個人 都要期待他是一個發光發熱的角色 他可以是一個很平凡 但很滿足的角色 我覺得你自己的選擇 你喜歡你的生活就可以了 你看我們這次的防疫多好 每個人其實本來說是平凡的 但是結合起來 我們能夠守護台灣這樣 你不覺得就是 平凡卻不平凡 對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你想要把這個 禁毒武郎這件事情 做的就是說我能夠做好我的角色 去照顧到不只我自己家庭 而是能夠更多家庭 能夠有更健康的環境這樣子 對就是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但我在推廣上可能 它不是一個大的知名牌子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但用的人變多的話 我就是對於環境更好 或對於卡克人也更好的一個 沒錯 但是因為禁毒武郎就會 讓人家好奇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你知道嗎 因為禁毒我們知道很清楚 然後武郎知道一個人 那是不是排毒的一個健康產品 對不對的東西 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你怎麼會去推廣 介紹就是說為什麼是叫禁毒武郎 禁毒武郎這個名字 其實我們是從英文來的 我們英文是叫 Chef Kling 我們想要做的是 我們那時候在想這個名城的時候 我們是在餐廳兩個人在討論 那討論的時候 那那個年 兩個人是您跟 我們那時候有另外一個創辦人 另一個創辦人 對然後我們在討論 那那個 那一年剛好是利溝游的時候 大家對於食安是一件 覺得很擔憂 然後好像怎麼這個東西要包出來 意識開始在游 不能吃啊 其實很緊張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在做料理的時候 然後其實是不會亂添加東西 我們會做一個 我們認為好的東西 給我們喜歡的人吃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做料理的心情 來做清潔劑 所以我們的英文就取名 Chef 大廚跟Kling這樣子 Chef Kling 那翻譯到中文就想說 那要怎麼辦呢 廚師乾淨嗎 對然後 Kling的部分我們就叫禁毒 那廚師怎麼辦呢 所以禁毒武郎就是這個廚師 他是一個女人化 哦 女人化 所以武郎 他是一個人這樣 哦 所以他是一個女人化的一個公司的形象這樣子 對 禁毒郎他本身就是一個人 他是一個廚師 所以我們的Logo是一個 很好 一個廚師帽 沒有 沒有廚師帽 我們上你的官網應該看得到 對 他就是一個廚師帽加水波紋 所以他就是這個人 然後禁毒郎是這個人 他在做清潔劑 然後用料理的心來做清潔劑 哇塞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一個 像我們吃進去身體的 一定我們就會很懼怕 所以都很乾淨 越乾淨越好 才不會造成問題 對 我們就會提供你需要的東西 而不是 滑而不實 或者只是一些行銷訴求的東西 哇 所以你等於就是 中泡塞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禁毒武郎這邊 我們讓你們感受到 就是說我們廚師的心情去做 清潔相關的一些用品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名字就出來了 對 而且我們覺得禁毒武郎感覺很強烈 大家會很困惑 然後就會記住他 這也是心理學一種啊 禁毒武郎 何これ 何凡 然後就會說 啊 清潔ですね 然後就會去了解 那個禁毒武郎 就會被記住 我以為川普人是一個男性的樣子 其實是一個 曾經在這個 一個網球界的小精靈 所創辦的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一個當成於創立的 那當然在之後呢 因為包含就是 呃 你對品質的要求 每一年都有不一樣 因為已經五年了嘛 你每一年都有去慢慢的調整 我覺得我們 調整的越來越好 可是我覺得它不是不一樣 因為 這個就是我們的種子 我們可能就只能選擇 自然 植物來源的原料 然後 然後對人體友善的成分 友善肌膚 所以我們選項會比較少 這個是必然 就應該講說 不管從小到大 這都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但我們現在已經五年了 所以我們其實從小 有長大一點 像長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有能力做到更多的事情 OK 就開始著手想要做更環保的事情 像我們原本是原內料 瓶子裡面的原物料是天然的 對 那瓶子還是塑膠啊 對我們還是生產了很多塑膠 那大家就會覺得很不環保 可是我們其實在嘗試很多方式後 這個是很難被解決的 因為如果是玻璃瓶啊 或者是選擇可以分解的塑膠好了 你應該很難想像 如果今天洗頭髮洗到一半 那個就破碎了 對 因為它降解分解了 很難 那如果它要保持長期 不會降解的時候 它可能你用完了 你一定得丟吧 你又不可能真的拿去哪裡 讓它慢慢分解 那我們可能又達不到 真的可以環保的效果 它可能還是會被拿去燒掉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轉變說 我們想要把我們的瓶器 已經變成再生塑料 等於我們在生產這個洗衣精的時候 我們沒有生產新的塑膠 我們都是選用回收的塑膠 來做這個瓶子 嗯 像是在包材或者這個產品上面 去做一個更環保的選擇 嗯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說 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環節 慢慢跟環境永續這件事情去連結 對 然後呢就是 從這個清潔用品到所謂的一個 包裝 或者是那種什麼容器 慢慢都去接觸這樣 應該說在整個企業上面的話 我們都希望 當我們有能力做的時候 就可以 做越來越多好的事情 包含比如說跟公益的合作 對啊 公益好像也是一種 我們現在每一季都會跟不同的公益單位 去做一個合作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 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分享給更多的人 然後我們也持續在做一些好的事情 去做一個延伸 公益單位的話可能就是 我們在你們的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有跟哪些公益合作 也可以歡迎更多的消費者 跟著你們一起去 跟這些公益單位一起去 去關懷他們 關懷這樣子 因為像我們也可以 會希望帶大家認識 像可能之前會去研究 去幫助一些雌環兒 所以可以順便也帶大家知道說 可能在雌環兒的發生的比例 那你可能需要注意到什麼 他們其實是需要幫助的 而不是有一些異樣的眼光 沒錯 對 那可能還有寵物啊 像流浪動物啊 牠們的生態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怎麼樣 讓牠們減少這些動物的發生 OK 那這個 你的另一半也是陪著你去做這麼多的東西 對啊 對啊 他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沒有一起創業 OK 但後面就會有一起 就一起加入 一起做 為這個品牌做推廣 嗯 也是很好的 然後呢 你們最近的小朋友也剛出生了 也因為小朋友出生 你可能會去期待一個更 永續的環境給他們 現在我們那個什麼 世界末日的時鐘已經快要走完了 你就很擔心啊 像我們當了父母親之後就會覺得說 當他們四五十歲的時候 這個世界變成什麼樣的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會想要盡量現在能夠環保 現在能夠永續就永續這樣子 環保我覺得真的是需要大眾 大眾一起才有辦法 今天你一個人不堅持不吹冷氣 然後所有其他人都在吹冷氣 這就不是 這是一個意識的問題 你看喔 當現在大家都在那個 quarantine 也就是說大家都不能出門的情況之下 世界好像突然 乾淨的那麼很多 海龜都出來了 河水也清淨了 那所以也就不是說 靠哪些歌手唱一首歌 大家就會停止污染 也不是說 我們靠什麼樣子的廣告 然後大家就 而是說大家要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雖然是很諷刺 可是因為這個疫情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到底用了這個世界多少東西 我們回歸給他們什麼 都其實都還在發展當中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時機點 把這個健康無毒永續的概念 藉由您的這個品牌 就是禁毒無狼能夠去傳遞 那其實我還能問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的小朋友才剛八個月九個月嘛 對 你會想要他未來也是玩體育的一個過程嗎 我會想要他會體育 會體育 但他不一定要走職業或什麼 他可以自己的選擇 嗯 我覺得要培養他度歷史考學 但我會想要在小時候教他體育 網球 對 但是你先生會想要教他籃球 他可以都學啊 他可以學習或跟他玩 你們有沒有討論說 到底如果他又可以選擇的話 希望他往哪一個走 我們之前有爭執過耶 是嗎 但還沒有得到答案 如果小孩子說 爸爸媽媽你們只要決定一個 我就往那邊走 沒有他要自己決定 他的人生他要自己決定 但是我不管 我不管 你們決定我就會這樣 因為我太孝順你們了 那爸爸就說 叫他走籃球 然後你就說 網球啦網球比較帥氣 可是我覺得兩個都蠻帥的 井之櫃OK 是這樣的 那種個台灣的井之櫃下一代這樣子 也好啦 反正就是希望能夠順順利利的 然後 最後能不能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禁毒五郎 在從現在開始的未來 在2020的現在的狀況 你希望能夠再做更新一步的調整 還是消費者希望能夠對你們 更什麼樣子的認識 嗯 我覺得禁毒五郎的宗旨 他其實一直想要是友善環境 友善祈福 對人 他是一個有意義的商品 沒錯 那在接下來的目標 我們會想要強調去環保 所以我們開始走所有的瓶氣 全面換成回收的塑料 那這個塑料其實都是由品質保證的 不是隨便的塑膠 那在另外一塊的話 我們也想要再推廣無包裝補充 就是鼓勵大家可以直接拿空瓶 然後來到這些門市去做一個填充 更減碩 因為環保除了回收以外 就是重複使用嘛 沒錯 這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是 那我也很鼓勵大家就是 我覺得消費者的選擇 一定影響著供應商的選擇 所以這是一個意識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意識是支持的 那開始就會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做 環保這件事情 是 以消費改變環境 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那有沒有官網還是一些 比方說網站可以讓大家 如果想去更了解的話去分享 喔 當然沒問題 其實搜尋我們禁毒五郎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那裡面也會有我們 可能做的一些工藝啊 製工啊 然後我們現在的商品這樣子 禁毒五郎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鄭伊林、Chloe 來節目當中分享這麼多 謝謝您 謝謝 謝謝 謝謝